阿里山国家松南娱乐区营费贵已经是接近没声 现在是由大导英来赞访 去面很多台湾米河 被去到手上来享受营费的美味 这种的行为也让很多人都感到欢乐 阿里山松南娱乐区 就算管理平台 到小李源山观景平台一台 最近有民众来发现 超过有几十只台湾米狗 在吃营费的争控 虽然看起来是没用尽口水 但是是让人烦恼 破坏营费的行动性态 该林管处有没有骄傲 虽然专门人员的婚礼工作 从这些米狗苦力行动 以保护营费和油客 嘉义林管处近年已针对 园区内米狗族群进行调查 并成立人猴冲突巡护队 与米狗骚扰抢食游客 之冲突发生必要时 以防止驱离工具进行主动驱离 另外台湾米狗如果进入民宅 寺庙、学校、教室等室内空间 亦会进行驱离 为降低人猴冲突 林管处亦设置告示牌 安排国家森林志工 及同仁不定时进行米狗保育宣导 呼吁游客以不喂食不接触不干扰三大原则对待台湾米狗 罗山姨也先为米狗的对象 赛心希望诚意诚 阿里山兄彩虹不得 普花6千块现金 你领了吗 要在ATM领现金 记得要带三个东西 一个是健保卡 一个是身份证 还有你的提管卡 首先你要用ATM领这6千块 你要先确认 这台提管机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贴纸 叫做普花现金 我们现在把提管卡 放到提管机里面 好 现在就进到页面了 你会看到在这个荧幕里面 你会看到一个全民共享普花现金 你把它按下去 输入你的健保卡的所有的这些账号 输入健保卡号码以后 你就进入到下一个页面 叫做身份证字号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按确认键 好 我们取回卡片 我们就完成所有的动作 记得哦 不会有人传简讯或者email 叫你要去领钱 也绝对不会有人打电话给你 叫你啊 如何去领这6千块 或者是转账 如果有这些行为 全部都是诈骗 你到底怎么花这6千块 请你留言告诉我们